为期八天的2018高雄左营万年祭 13号晚间在连池潭派热闹闭幕 最具特色的杨徽三活动 在民众引颈期盼之下进入主舞台会场 由代理市长许立民启动火狮烧化仪式 为第18年的万年祭画下完美句点 左营万年祭最后一天 最具特色的万年亚火狮活动 13号晚间登场 连池潭周边庙宇一同响应 现场热闹非凡 在民众引颈期盼下 亚火狮进入主舞台会场 代理市长许立民启动火狮烧化仪式 这时候民众的期愿卡跟火狮烧化冉染升天 为第18年的万年祭活动画下圆满的据点 他带着我们这个人世间 所有的苦难 所有的衣瓜烧化 让他带到天上去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徐立民表示高雄左营万年祭 陪伴大家走过第18个年头 成为高雄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庆典活动 除了市府团队的努力之外 更要感谢地方士生及庙宇的协助 徐立民同时也期待万年祭活动一年比一年精彩 让左营万年祭成为台湾重要的宗教庆典 并与现场民众相约 明年联齐谈再会 港都新闻林亭阳王思武采访报导 优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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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by索兰娅